泰國戒嚴好貴經 美女自拍膽定 曼谷街頭周圍都有軍隊巡邏 不過氣氛不太緊張 士兵身上的槍也沒有裝彈夾 這個就是泰式戒嚴 泰國軍方昨天凌晨3點突然宣佈全國實施戒嚴 由陸軍總司令下維和司令部維持全國秩序 透過電視宣讀聲明 說當地持續貫連的示威可能對國家和人民安全造成打擊 強調戒嚴是要恢復國家和平和秩序 不是發動政變叫公眾不用恐慌 外電報道說軍方進駐多個電視台和電信公司 下令十幾個衛星電視台停播 還要隨時應軍方要求播放軍方廣播 禁止散播影響為禍的報道 反政府示威者已應軍方要求 取消昨天的示威 但親他信的洪三軍 就堅持在曼谷外圍集會 還說軍方如果政變 或者強紅拉看守政府下台 就會將示威升級 而當地商店和旅遊景點就照常運作 軍方亦沒有實施消禁 香港對泰國旅遊警示 目前仍然維持在黃色旅行團照常出發 而泰國觀光局提醒旅客 盡量不要穿紅色或黃色衣服 以免引來不要襲擊 激退肥腩快吃珠色蕭腩 珠色蕭腩完今天出位價$179 買兩盒再送多20粒 來快點買吧